中国当前萎靡不振的原因是什么?答案有很多,从人口状况到地缘政治再到进出口贸易,但关键的问题归结为家庭财务 那么同样重要的是,普通民众对疫情风控解除后的经济改善的信心发生了动摇 中国存在严重的债务和生产力的问题,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雪上加霜的是房地产危机爆发的时候,中国经济的主要就业引擎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受动态清零政策重创,互联网平台经济整顿也冲击就业市场 基本上服务业加上互联网这些领域,占中国城镇就业岗位的四分之一 所以被重创的就业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个普遍的悲观情绪 只要中国仍然限于开发商倒闭,房价下跌,家庭心态不稳的恶性循环 就很难抑制经济下滑的态势,中国经济的问题核心是政治问题 政策背后就是理念,当习近平认为他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时候,他根本就不在乎 房价下跌的问题,他甚至觉得房价下跌是个比较好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会指望说政府跑出来救房地产市场 你想多了